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杰伦受困晉升五月天阿信缺氧 毕竟已经很久没有回到西安来 但是要多唱几首歌的前提是 不准只有五一个人在回来 是 五月天九月八号巡演到中国西安 某一个换衣服的环节却总是少人 有马杀 有冠佑 有怪兽 等一下 我看到 阿信的手上有一个 不知道什么东西 阿信抱着中国特有的产物 氧气带登场 很吸氧 这是氧气 有点缺氧 这一包里面都是氧就对 都是氧 对 氧得很 接下来这段稍微休息一下 索性吸饱了没事 阿信又能抬杠开玩笑了 其实大家知道 五月年在过去的二十四年中 出版过了其上专辑 好像我们第一次来吸氧 不确定 这么巧杰伦的歌迷在同一晚目睹偶像身体不适呢 周杰伦9月7号天津第一场从通天大铁球走出来唱半寿人隔天却改了run down 开始了半寿人 什么意思 谢谢 就是道具坏掉的意思了 演唱会喊咖二十分钟 这重新来过周董缓缓升起 但麦也坏了 周董真的在意者拼命解释着 今天真的非常的激动啊 我前面的心跳非常快 有时候快到自己无法控制你知道吗 就觉得哇 前面这些状况 一定要好好地弥补你们一下 哇 真正的大明星就是这样照顾粉丝优先啊 很少在演唱会的时候 开场之后哇 突然中断 因为我刚刚前面啊 非常的不舒服 结伦的说法是紧张不舒服 但眼尖的歌迷发现他省略很多下肢动作 走路也会拐道 他所属的杰维尔公司 罕见的在三晶半夜发官方声明说 困在铁球一所子虚乌有 还此地无音三百两的注解与主办方无关 并把周杰伦对歌迷的喊话 抄录成竹字稿歌迷全帐 头一次献声明是直接转述本人话的 都听过了还要你再说一遍 卫视魔球该打开时音乐停止灯熄灭 如果杰伦不舒服 为何还开场在中心 杰维尔替自己公关第一名 替主办方澄清第一名 到底谁是你们的摇钱术 杰伦要好好活着回来啊 三立娱乐新闻报道